美国一名男子骑自行车过马路时炫技松手 结果惨遭飞驰汽车撞倒 险邪丧命 场面令人的心悬置嗓子眼 这惊悚的一幕发生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市 一日上午42岁男子史蒂文·沃尔登 骑自行车上班途中 在平年拉斯小道遭遇车祸 道路监控视频显示 史蒂文朝十字路口骑行时 前方绿灯闪烁可以过马路 他兴奋地松脱了手把 高举双手挥舞双臂大袖车戟 然而此时一辆白色的克莱斯勒200汽车 无视路口减速标识 直接撞向自行车 将骑手撞飞了出去 史蒂文摔地后 躺地步骑自行车也严重变形 然而赵氏司机停车后 没有上前查看被撞者的伤势 更没有报警 而是直接搬开挡路的自行车 上车扬长而去 警方赶到后将史蒂文送医救治 惊查他的手腕和腿部骨折 生命无语 当天出院回家养伤 目前赵氏陶一的司机正被追捕 旗号牌被清晰拍摄到 嫌疑人身份已经锁定